俄乌之间激战正憨 而俄乌两国不仅是邻国关系 其实他们从历史渊源上可以说是兄弟 他们不仅都属于东斯拉夫民族 而且还都起源于基辅罗斯 俄乌作为两个罗斯国 同宗同源 却相爱相杀上千年 现在的俄乌冲突 虽然跟美国的拱火分不开 但是那只是外因 内因却是这两个民族之间长期的历史恩怨 特别是苏联时期埋下了坑 让两国之间的矛盾终于一招爆发 那么俄乌两国有怎样的历史恩怨 苏联时期又埋下了怎样的坑呢 九世纪时期 生活在东欧地区的东斯拉夫人 建立了基辅罗斯 十一世纪 基辅罗斯进入全盛期 其版图一度达到七百万平方公里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都自称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 其实他们都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 是基辅罗斯的两个儿子 十二世纪 基辅罗斯进入封建割据时期 并因此衰落 蒙古铁骑征服了东北部的罗斯 后来形成了俄罗斯民族 而西南罗斯则被波兰共和国征服 这部分罗斯形成了乌克兰民族 十六世纪 俄罗斯开始崛起 十七世纪 乌克兰不甘心受波兰的奴役 爆发了起义 起义军为了寻求帮助 于是跟沙皇结盟 双方签订了佩利亚斯拉夫协议 乌克兰从此接受了俄罗斯的统治 但是按照这个协议 乌克兰享有极高的自治权 可是沙俄却一直想废除乌克兰的自治权 彼得大帝就曾在乌克兰设置小俄罗斯衙门 限制乌克兰的自主权 而叶卡捷琳的更是基本废除了乌克兰的自治权 沙俄为了控制乌克兰 对其进行了俄罗斯化 首先对乌克兰在语言和思想上进行同化 沙俄在乌克兰禁止出版乌克兰书籍 禁止唱乌克兰歌曲 甚至禁止使用乌克兰这个称谓而代之以小俄罗斯 其次在教育上 禁止教授波兰语和乌克兰语而采用俄语 第三则是在宗教上 迫使乌克兰放弃天主教 改信东正教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统治和同化 并没有让乌克兰丧失自己的民族记忆 一些乌克兰人总是梦想实现民族独立 这成为以后俄乌矛盾的历史根源 乌克兰是最早加入苏联的加盟国之一 因为他在加入苏联之前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是从属于苏俄 虽然十月革命后乌克兰一直处于战乱状态 起码他没有独立 在名义上是属于苏俄的 苏俄加入苏联自然也把他带进了大家庭里 苏联整体上是一个农业国 为了实现工业化 苏联做了两件事 一是在农村推行集体化 一是武力征集粮食 在乌克兰 以往是小农经济 农民不愿加入集体 苏联就自上而下强制推行 结果打击了乌克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 而苏联工业化级需出口粮食换回外汇 在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 苏联仍然坚持征收的粮食数量不减 农民不愿意交出粮食 政府就用武力征收 征收粮食已经到了不顾百姓死活的地步 最终造成1932至1933的大饥荒 而这次大饥荒 造成300万以上的人饿死 苏联解体以后 乌克兰人仍然把这次大饥荒 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提出来 乌克兰人认为 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行为 最让乌克兰人感到不平的是 苏联虽然也对俄罗斯人进行了征量 但是采取的政策是不同的 乌克兰农民的粮食被全部征收干净 而俄罗斯只征收了一部分 特别是还给俄罗斯保留了粮食储备 所以最终大饥荒主要发生在乌克兰 2003年 乌克兰总统库奇玛向联合国大会呼吁 希望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设立大饥荒死难者纪念日 2006年 乌克兰最高拉打通过决议 认定那次大饥荒是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行为 连乌克兰的教科书上都把那次大饥荒 说成是莫斯科高层刻意制造的 目的是压制乌克兰的独立愿望 但是俄罗斯外交部却发表声明 称把大饥荒说成种族灭绝行为 是歪曲历史 但是不管怎么说 那次大饥荒 成了乌克兰民族的共同的痛苦记忆 为乌克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后来的俄乌冲突跟这种仇恨深刻相关 二战开始 苏德瓜分波兰的同时也侵占了西乌克兰 德军闪击苏联 首先占领了乌克兰的大片土地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竟然跟德军合作 与苏军为敌 这部分人发表独立宣言 想借着德军的力量谋求乌克兰独立 但是德军在血腥镇压占领区苏共势力的同时 也稍待镇压了民族主义者 其中的部分乌克兰人不得不转 跟活跃在德战区的苏联游击队联合起来 共同抗击德军 但仍有部分民族主义者继续谋求乌克兰的独立 他们发动起义 以免跟德军作战 以免跟苏军作战 苏军后来解放了乌克兰 但是起义军仍然跟苏军作战 甚至到了1947年 这部分起义军还在跟苏军作战 只是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已经停止 1953年 起义军才最后被镇压 虽然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乌克兰谋求独立的愿望 却一直存在于部分乌克兰人的心中 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获得了独立 而在乌克兰的教科书中 一直对二战时期的起义军 给予高度评价 称他们代表了乌克兰人民 谋求独立的决心和意志 苏联搞工业化 并没有把乌克兰排斥在外 莫斯科高层把很多大型企业 包括军工企业和一些科研单位 都设在了乌克兰 这些企业和单位 解决了乌克兰的大量就业问题 也增加了乌克兰的GDP 比如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就在乌克兰建设了一个大型项目 哈尔科夫拖拉机厂 这家工厂在60年代 生产了100万台拖拉机 为全苏联的农业生产 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战时期 这家工厂还转移到斯大林格勒 并生产军用装备 但是对于莫斯科的设计 乌克兰人并不买账 在乌克兰的教科书上 他们这样告诉自己的下一代 一族统治者掠夺我们的财富和自然资源 还肆无忌惮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 苏联时期 在乌克兰建设了大量的企业 但是这些企业 却把大量有害物质排放到我们的环境里 造成了土壤 水和空气的严重污染 苏联时期 大量使用农药等化学制剂 毒害了乌克兰的土壤 造成大片的土地已经无法利用 有的地方水资源也受到破坏 有两万条河流消失 数百个村庄失去了饮用水 苏联给乌克兰造成的最大祸患 则是切尔诺贝利和灾难 和污染不仅毒害了周围的大片土地 还给周围群众造成严重的身体危害 这灾难至今还没有消除 也就是说 苏联为乌克兰工业化所做的努力 乌克兰人只看到负面影响 这也为俄乌两国增加了新的矛盾 俄乌之间在土地问题上 还有纠缠不清的关系 就像前面提到的 二战初期 苏联曾经从波兰手里夺取了西乌克兰 这块土地交给了乌克兰 而且苏俄建立以后 就把顿巴斯等六个州的 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都画给了乌克兰 赫鲁晓夫时期 他更是大笔一挥 就把克里米亚画给了乌克兰 当然俄乌当时是一家 把土地画给乌克兰 就相当于从一个下辖行政单位 画给了另一个行政单位 苏联做这种画波 是为了乌克兰更好的整体统筹 这自然也有利于整个苏联大家庭 但是这么做 却给俄乌之间造成了巨大的争议 在苏联大家庭里 土地归哪个行政单位 都没什么原则性问题 不过是左手到右手的事 但是苏联解体后 俄乌成了两个国家 历史的旧账就要重新来算 所以才有了俄罗斯2014年 拿下克里米亚 乌克兰设于俄罗斯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被迫人气吞声 但两国的仇恨却更深了 再说乌东地区问题 虽然苏联解体后 乌东四周归属了乌克兰 但是乌东地区由于历史上大量迁入了俄罗斯人 所以就造成了一种尴尬局面 土地虽然是乌克兰的 但人却是俄罗斯的 再加上乌克兰对乌东地区 采取了不当的政策 对当地的民兵武装采取了镇压的做法 激化了乌克兰跟当地俄罗斯人的矛盾 而这种矛盾最终演化成了俄乌两国的矛盾 所以俄乌冲突虽然爆发于2022年 但是两国的矛盾却由来已久 两个民族上千年来相爱相杀 而苏联时期更是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俄乌冲突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